因為就是季節性肝瀾的熱帶生態環境 所以嘉義是熱帶的環境 那我們從嘉義坐阿里山的小火車 足齊這個站是亞熱帶的生態環境 然後會經過獨立山 獨立山是滿溫帶 阿里山是兩溫帶 那我們爬玉山的時候要從塔塔加安部 塔塔加安部是冷溫帶 那晚上住在排雲山莊 海拔山線100公尺 那個是亞含帶 那第二天清晨就攻頂 大概我們到玉山大概就是走這一條路 那可是如果我們看一張世界地圖呢 從嘉義到玉山山頂的距離 大概是那個池的最小一個格子 非常非常的短 可是在這麼短的距離裡面呢 它從熱帶、亞熱帶、滿溫帶、涼溫帶、冷溫帶 大概可以看到七個帶左右 所以那一年我剛好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就在全世界找了250多個 我把這張世界地圖畫100格X軸 100格Y軸 然後用Random的方式去找出250幾個點 那在這個250幾個1mm 就是那個尺的最小一格的距離呢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台灣的這個1mm呢 這麼短的距離呢 大概是全世界這250幾個點裡面 在最短的距離、最小的範圍 有最多生態環境變化的土地 台灣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特色呢 我們在今天的這個普報師 向山的這個環境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在台北市也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台灣在全世界的土地呢 它是最短的距離、最小的範圍 有最多生態環境變化的土地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台灣的地質年紀非常的輕 台灣的地質年紀以我的了解 它從海下面抬升出來 台灣的土地 它這個山是怎麼來呢 像我們台北市的這些山怎麼來呢 它跟台灣土地的形成的年紀差不多 這些山的前身呢都是沙子 那這個沙子是什麼時候的沙子呢 大概是一千多萬年前到三千多萬年前的沙子 那三千多萬年前的沙子 在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做的時光機器 回到三千多萬年前的台灣呢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你應該看不到台灣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出征出來 可是呢 在台灣這個島的位置的下面呢 它有三千多萬年前的沙子 兩千多萬年前的沙子 一千多萬年前的沙子 那什麼時候台征出來 大概是在 有人說是六百萬年前到兩百萬年前 台灣這個沙子還慢慢產生出來 所以台灣從全世界的角度呢 它年紀非常年輕 那年紀很老的土地會怎麼樣呢 像各位都看過非洲的土地 非洲的野生動物變 有長頸鹿、有獅子、有營養 那樣的土地大概有好幾億歲 所以呢 越古老的土地大概是越平衡 因為每年都會經過風吹、日曬雨 本來很高的山就越來越平衡 當然非洲也有很高的山 可是那個山都是 就是他們所謂的 色根的人 就是後來火山噴發所形成的 像婆羅洲的那個 Kinawaru山 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 台灣的土地基本上 非常的年輕 那這個年輕的土地呢 就是高度擠壓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有一個特色是 全世界的首都城市不容易看到的 那其實我昨天才跟那個 那個景點這邊 在辦另外一個 類似像 做談會啦 那裡面我也提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土地真的是 台北市大概是全世界的城市裡面 唯一在馬路的這個端點 可以看到綠的山 因為在城市裡面 像台北市 你隨便站在哪一條 哪一條路 像信義路 你往東的方向看 兩邊都是建築物 可是你會發現 這兩排建築物的中間 它有一個綠的山 像我們在中山北路 往中山北路的端點看過去 你也會看到綠的山 可是呢 其實這個現象 是我在國外的時候 有一年我就在想說 我這個美國的這個大的城市 好像看起來怪怪的 像我到美國的LA 都會覺得 好像哪裡不對 到美國的紐約 也覺得哪裡不對 後來有一天 我終於往南大悟 就是像美國的這些大的城市 它的馬路端點是看不到山的 就是台北市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像東京也是 各位如果有機會到東京去 你如果看那個東京馬路的端點 它還是空的 像上海 像北京 像歐洲的所有大的城市 馬路端點大概都是看不到山的 可是台北其實是可以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台灣是全世界 大概算是最年輕的土地 那最年輕的土地呢 就是 都市跟這個交商高度的擠揚 這個是有好有壞 好的是什麼呢 在台北很容易看到生態 所以我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都跟我說 台北山泰市 全世界最有資格做生態城市的城市 因為我們講 我們在座隔壁都知道 台北市在兩三百年前到兩三千年前 台北市根本就是一個沼澤市地 所以為什麼以前會有 有村庭這個地方 那 可是現在台北市呢 不斷的 遭到破壞 像以前我在 我在1980年 我曾經在 大英博物館做過史 還有英國皇家政務院 可是有一天我就發現 裡面有很多台灣的東西 在大英博物館裡面 是英國人在差不多 1860年到1890年這一段時間 大概我看過 因為我以前是研究 絕類植物 我大概看過 至少有20位英國人 在台北採購植物 那個標本今天都還在 那從裡面可以 我們可以 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我想 我拉拉扎扎的這樣聊 主要就是想談 我們今天在永春坪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跟山靠的很近 然後呢 這個森林呢 長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那這個背後代表什麼意思呢 山跟台北市靠的很近 它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土地 它所產生出來的 這個 怎麼講 就是一個 現象 所以它是一個 年輕土地的表征 可是居住在這個年輕土地上面 像我們在永春坪附近看到的 古暴四象這個山上的這些 生態呢 它是非常的古老 這句話怎麼講呢 如果我們在座各位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明天過後這部電影 那 如果沒有看過沒關係 夏至遠的時候再看一遍 其實這部電影呢 跟台灣非常有關係 這部電影其實它是在描繪 當美國碰到 兩百萬年前到一萬年前的 全世界最寒冷的冰河期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的這個冰河期呢 台北的氣氛是怎麼樣呢 以我的瞭解 那我對這個播放也是差不多兩千年以後 我才慢慢清楚啊 台北在最嚴苛的冰河期的時候 台北的溫度像現在 玉山山底的溫度 那比如說在二十幾萬年前 台北市是怎麼樣子 那明天過後這部電影是講什麼呢 當美國碰到全世界最嚴苛 最寒冷的冰河期的氣候狀況之下 美國本土不能住人 美國總統跑到哪裡去呢 欸 看錯了 美國總統是跑到 跑到 緯度跟台灣一樣的 墨西哥北部這個地方 所以美國本土就不能夠住人 就是因為它溫度非常的低 所以從明天過後這部電影呢 它其實見證一個事情 就是 緯度跟墨西哥北部一樣的台灣呢 它其實是冰河期的生物避難所 所以各位可以看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其實是 兩百萬年前到一萬年前的生物避難所 也就是說古老生物最多的地方 可是這些老的生物後來變成怎麼樣呢 在這個地方呢都變成沙漠的 從西馬來安山以西 像阿富汗這些地方 沙烏地阿拉伯啦 沙阿拉沙漠嘛 這些地方都變成沙漠了 那 中美洲的北部呢 跟台灣一樣的地方呢 是半沙漠 那全世界大概 緯度跟台灣一樣的地方呢 會有森林大概是在這一塊 從西馬來安山以東到台灣 可是我們知道 中國大頓的南部呢 它是屬於季節性乾旱的 亞熱帶生態環境 那台灣北部呢是亞熱帶漁林 這兩個怎麼不一樣呢 一個 怎麼講 季節性乾旱的環境呢 是以前的人類比較喜歡的環境 就像三百年前 我們的先民到台灣的時候 沒有人喜歡到台北 為什麼呢 因為台北是亞熱帶漁林 是葬立之氣的地方 所以三百年前呢 我每次都在想說 三百年前我們的先民到台灣 如果知道台北市今天房子賣那麼貴 那我三百年前就來台北 就不用跑到台南 那以前的人為什麼跑去台南呢 台南的環境呢 它是季節性乾旱的熱帶生態環境 跟家裡一樣 所以以前兩三百年前 我們的先民都是往南部走 那為什麼季節性乾旱 是比較有利於早期的先民的生活呢 因為他生活需要水 所以天空要下雨 可是當在兩三百年前 雨水變多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科學不是那麼一樣 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兩三百年前 當雨水很多的時候 就有葬立之氣 台北以前就是葬立之氣 所以台北市 我覺得台北市的發展呢 應該是1860年以後 才突然間大量的發展 這個跟英國人進來台灣 它是有關聯的 所以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 這個永春比這個地方看到的 古報寺像 新一計畫區 這些山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出 它是全世界 大概算是 數一數二地質史來講 非常年輕的土地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山 從台北可以看到山 它是全世界最年輕土地的表征 可是居住在這個年輕土地上面的這個生態呢 它應該算是 全世界算是 數一數二古老 我們剛剛講 這個生態 台灣的生態哪裡來呢 是被冰河期的時候往南趕 那這些生物哪裡來呢 你可以追溯到 兩億年前的北方大部塊 所以這個兩億年前有什麼呢 我想我們在新一計畫區會看到 有一種植物叫做 比桶樹 呃 我想我再度各位知道這個事情嗎 台灣是全世界使用蛇木類質別 第一母的地方 數量最多的 我們比如說 養蘭花不是有什麼蛇木盆 蛇木盆 蛇木穴嗎 這些都叫做蛇木類的質別 可是老外他們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生態學者植物學者景觀的人 他們認為說 這種樹木狀的蛇類呢 就是諸國際的東西 因為兩億年前 剛好是 蛇類的生命慢慢要消失 松山伯爹的生命慢慢要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 整個地球最顯著的景觀呢 就有點像 我們在新一計畫區 可以看得到的 比桶樹 所以 你在國外想要看到比桶樹 如果有的話 通常都是在國家公園裡面 有一次我到澳洲去 我一個澳洲朋友說 唉唷 但你們看我們國家 有一種很珍貴的生命 我就跟他過去看 你看 樹木狀的蛇類生命 我心裡就在想說 唉唷 你要一萬顆喔 我們台北可以送你一萬顆 台北到處都是 但因為太多了 所以台灣人就把這個 樹木狀的蛇類把它砍下來 做蛇木板 蛇木盆 蛇木學 所以 其實簡單的講 其實台北的環境 不管你從全世界的角度 像我們今天有春皮的環境 簡單的講 它就是雅樂帶雨林的環境 什麼是雅樂帶雨林呢 各位可以看喔 你從這一條北回歸線經過的地方 這裡半沙漠 這邊都是沙漠 這邊是乾旱的環境 可是這邊呢 是潮濕的環境 雨林的環境 所以 雅樂帶雨林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見的 那因為雅樂帶雨林的這樣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生物的起源 它是非常古老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台灣以前是張樹王國 張樹王國就是在這個 雅樂帶雨林的背景之下 慢慢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比桶樹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所以我想我簡單的講 把前面講的做一個小的結論 我們在永春比這個地方 所看到的這些山 這個山上面所長的這些森林的植物動物 其實它就是雅樂帶雨林的 那這種環境是什麼環境 是一個又老又年輕的環境 年輕的是它的土地 老的是它的生物之源 所以 那 我每次都開玩笑說 其實這個就有點像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是一個又老又年輕的島嶼 所以 我每次看台灣人都覺得說 年輕的軀殼 裝著古老的靈魂 這是台灣的 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 它是 它有這樣的一個 很特別的點 那我們這個大環境 其實就是這樣的點 那 我還可以講幾分鐘 還可以2分鐘 20分鐘 好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 我最近碰到 我最近碰到 剛好最近台北有一個建商 不是建商 建設公司 那 因為他們請了一個新加坡的建築師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最近那個建築 非常的先進 他把整個林里公園都搬到建築物裡面去 那 那台北有一個建商就很想做這個事 所以請了一個新加坡建築師 然後剛好有一天我碰到那個新加坡建築師 那建築師 劈頭就問我一句話 他說 裡面台北怎麼那麼詭異啊 為什麼他有看到 在那個建地看到 一棵香蕉樹 我想我每個村地這裡應該可以看到香蕉樹 可是這個香蕉樹的旁邊 長了一棵櫻花樹 就不曉得有沒有看過這個場景 那個新加坡的建築師就說 香蕉樹他認識 因為香蕉是熱帶的東西 所以新加坡有 可是新加坡沒有櫻花樹 他就說 奇怪 那個香蕉是熱帶的 以他的了解櫻花應該是溫帶的 像日本櫻花這麼多 那台北為什麼又有溫帶的又有熱帶的 他就覺得不可思議啦 那就像各位有機會去台大 台大不是有杜鵑花節嗎 春天的時候 當然你到台中的中青大學 也可以看到杜鵑花這個植物 台南的成功大學 或高雄的中山大學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為什麼台大杜鵑花節 就開得非常整齊 比如說前一年的冬天 如果溫度低一點的話 到第二年春天的杜鵑花 就開得非常漂亮 那台大校園也會看到櫻花 有一陣子好像台南那個 戴青的市長說 他要 把一個什麼公園全部種櫻花 結果沒有一個火 主要的原因就是 兩個的氣候條件非常不一樣 台北市其實受東北季風 非常強烈的影響 那我們知道 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是從海面過來 所以台北市會有下雨 然後溫度會降低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台北的冬天 以前我在台大讀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一位同學 家裡住在屏東 他從台北 因為台北很冷嘛 到了過年的時候 哇 穿大衣穿毛衣 然後就坐火車 要回到屏東 然後呢 他就說他每次到新竹 就開始脫大衣 到了台中脫毛衣 他說他回到屏東 還穿長袖的 那個他們的鄉親都笑他說 整個像風子一樣 戴那麼多衣服 因為屏東人是穿很短的衣服 所以那個冬天的時候 台北跟高雄 屏東的這種溫度的差距 還可以到十度吸引 非常的高 那就是東北季風 對台北市產生很大的影響 它讓台北市的溫度會降低 所以呢 台北有一個很奇特的生態現象 其實像在虎豹思巷這些 陝西義計畫區的這些角山 它海拔不高啦 有時候兩三百公尺的這個 丘陵地的三極線附近 我們會看到 高海拔的植物 像青鋼藝這一些 如果我知道 我們在座有一些社區大學的朋友 本來經常在這裡走啦 以前我幫足部聯盟做什麼 象山護道 或虎山護道 我們大概也都知道說 這裡有很多中海拔的植物 甚至於有一次我到軍艦園 當然距離我們這個範園 也不是太遠啦 北投 軍艦園的那個最高海拔 才一百多公尺 可是在軍艦園的上面 有看到什麼呢 海拔大概在兩千六百公尺的植物 現在都還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在生態學上 對台北的這種生態 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叫做北降現象 就是中高海拔的生態 會掉到這麼低的台北市 那這個跟東北季鳳有關 所以東北季鳳除了這個 讓中高海拔的生態會掉下來以外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的櫻花會比較漂亮 台北市的杜鑑花會比較漂亮 因為這些花會都是比較溫帶型的花 那就像那個新加坡建築師說 為什麼我可以看到香蕉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台北市會看到熱帶的植物 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就很清楚 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那個 淡水河口看水鼻仔紅樹林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 淡水河口有水鼻仔紅樹林 可是 如果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紅樹林的這種生態呢 它的大北平其實是在東南亞 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赤道的南北尾 10度左右這個範圍 可是台灣的尾度大概是20株柔度 已經比這個大北已經非常的遠 那為什麼台灣會有這種熱帶的生態呢 就是因為這個太平洋有一個洋流 它是順時中流的 各位有沒有 去年還是前年 我們報紙上有跟一個消息說 日本湖島不是發生大海消嗎 然後發生很多 然後有一艘船就被飄出來 可是經過三年以後 抵達台灣 兩年還是三年 然後報紙的燈啊 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 剛好那時候台東的一個什麼鄉 都忘了它的名字 有一位台大好像是海洋所的研究生 在那邊當替代替 然後有一天 他們海邊就飄到一艘船 那個是日本的船 他覺得好奇怪喔 然後他們鄉長說 覺得 不會很吉利 因為那裡發生災難 就被把它燒掉 可是那個海洋所覺得說 這艘船怪怪就打電話 跟他的老師講 跟台大海洋所有的教授說 有一艘日本的福島的船 怎麼會飄到 經過兩年以後 飄到台東的外海南武 那個老師就很有興趣 就說 我們要鄉長把這個船留著 然後那個教授就連夜開車到台東去 準備跟鄉長說 那個船可不可以送給台大這樣 然後那個小長一聽到 台大有教授要這個船 就說 不行 我也要這個船 所以那個船就不要燒了 今天有沒有留在台東 我不曉得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兩年以後才跑到台灣呢 因為它是洋流是這樣的 福島出來這個洋流是這樣 所以繞太平洋的一圈到台灣 那這個洋流因為從赤道上來 它很溫暖 所以呢 就把熱帶的生態往北帶 因為其實 全世界的北迴歸線經過的地方 應該是沒有紅樹林 沒有山王礁 全世界 可是為什麼台灣會有呢 就是跟這個洋流有關 我趕快簡短的講 為什麼台灣也是會有比較 那種熱帶的生態 那種熱帶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為 這股洋流把熱帶的生態往北帶 所以我們台灣的紅樹林的紀錄 天然的不是重的 在高雄有六種紅樹林的紀錄 可是到了台南剩下四種 因為越來越多 到了新竹剩下兩種 到了台北剩下一種 所以 有人開玩笑說 台北的水比長紅樹林 應該是列為世界級的天然紀念物 因為那個是我們人類用眼睛 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熱帶生態 往北分布的最後一個腳印 所以台北它有這樣的特色 台北它是全世界的熱帶生態 往北分布的最後一個腳印 那我們從紅樹林 又可以解讀到什麼樣的訊息呢 台北可不可以容納全世界的熱帶生態呢 不可能 它只能容納一點點的熱帶生態 那剛好相交的可以長 那我們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熱帶生態的這種植物 是什麼植物呢 就是茄冬樹 茄冬各位如果去看 茄冬的拉丁文學語 它叫做Bischofia japanica 爪哇 所以第一次發現的地點是在爪哇 是在熱帶雨林裡面發現的 那台灣很多地名叫做Gatan Gatanca 茄冬下 茄冬 那為什麼呢 因為茄冬它是熱帶雨林 所以它地下水會比較高 那以前我們的鮮明很厲害耶 它知道說鮮明很多的地方就會 因為鮮明需要水嘛 所以就在那種茄冬的樹下生活 所以台北市 那台北市其實有很多地底下有很多很精彩的東西 我們東區這邊應該是比較好 地底下 西區的話 台北市土地下面的 岩盤是斜的 不是平的 土地是平的 可是下面是斜的 那這個跟譚啊斷層性有關 其實我一直覺得台北市應該是 全台灣或全世界的城市 算是數一數二有危險性的城市 今天還不斷的在發生 也有機會再跟各位講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還是繞回來講這個生態的部分 所以我們 一開始講的重點就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又老又年輕的土地 年輕的是 土土地啊 各位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 明年應該2017嘛 2017年那個世界螢火蟲年會 要在台北市舉辦 那為什麼他們這些 全世界的螢火蟲專家 要在台北市呢 最主要的原因 大概就是 全世界 呃 台北大概是全世界為二的城市呢 它 富裕螢火蟲成功 那為什麼台北市可以看到 在市區裡面還會看到螢火蟲呢 我們剛剛有講過 台北市曾經是沼澤濕地 那螢火蟲是一個普遍常見的生物 可是後來 我們怎麼樣去想 兩三百年前到兩三千年前的 早在市地 我們今天只要從台北的天空 你把房子的地方想像成水 那個就是兩三百年前到兩三千年前的 台北市地 可是現在都是房子 所以房子越蓋 那螢火蟲呢 就撤退 理論上 像全世界的城市為什麼不容易看到螢火蟲 就是螢火蟲對環境的需求並不高 只要它沒有那種肥料 殺除劑 官害少一點 它就可以往活了 可是為什麼 全世界其他的城市都不容易看到呢 因為它沒有地方撤退 比如說 平地 因為像德國 以後有機會 各位如果你從德國搭飛機到英國去 你這樣沿路看 根本看不到高的山 都是平平的 所以為什麼會是世界大戰 德國可以用坦克車戰術 我就不相信在台灣用坦克車戰術會成功 因為台灣都是山 所以這個也是地形上面的不一樣 所以台北市為什麼會呼籲螢火蟲成功呢 因為台北市的開發 相對於台灣的其他城市來講 因為它是亞熱帶雨淋 所以我一直認為台北市真正的開發應該是1860年以後 然後更用力的開發應該是1890年以後 所以其實這個開發的時間應該還不到200年 那螢火蟲呢 失地會破 螢火蟲就躲躲躲躲 躲到哪裡呢 躲到虎豹四巷 所以 台北郊山的這個丘陵地 各位如果看齁 台灣的這個公園綠地系統 有一個很詭異的地方是什麼樣子 像我們認為 台北市來講 陽明山國家公園應該是非常高位吧 如果講這個公園綠地系統 國家公園 可是再來呢 是什麼 大安森林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 只是比一般的林里公園還要再大一點點而已 但是 為什麼我們台北市沒有去想到 從 軍艦園 到資山園 到內外雙西 到內湖 一直到南港山系 一直到信義區的這個古包 詩巷的這些山系 然後一直到文山區的這些丘陵地 因為 國外的城市沒有這樣子的 距離城市這麼近的這個丘陵地 國外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國外的土地是很古老的土地 我不要講太遠 我只要講金門 各位可能都去過金門 下次各位到金門 飛機拍到江波的時候 你看一下金門 它的土地是很平 金門的最高山就是那個泰姆山 海拔不到300公尺 那以我的瞭解 你看金門的土地跟台北非常不一樣啊 那以我的瞭解 金門的土地從出生到今天多少歲呢 九千萬歲到一億歲 那台北呢 頂多是兩百萬歲到三百萬歲 所以你把這個兩個比一下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虎包的事項是很年輕的土地吧 那很年輕的土地的表徵是什麼呢 高度擠壓 然後高度擠壓 就有很多的山口 就像我們的手指頭 一擠壓 我曾經有一年到在安提斯山嘛 我那時候最大震撼是 怎麼安提斯山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什麼呢 各位都看過 湯明山有一個地方叫沙茂山 沙茂山不是很平凡嗎 沙茂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是在 如果我們從中山高 往七星山的方向看的話 它是七星山的山腰 破一個洞 然後那個熔岩流從這個洞擠出來 像擠壓高 所以各位你看那個沙茂山就是擠壓高擠出來 那種圓圓的樣子 那熔岩流後來流到哪裡 就是養個大道 各位都走熔岩流 可能沒有你講 所以 那為什麼內外雙溪是這樣 就是因為熔岩流剛好流到這裡 所以水就沿著熔岩流的旁邊 所以台北市它是有它的文理 我剛剛講到這裡 主要是講就是 因為年輕的土地高度擠壓 所以擠壓的關係呢 台北的山坡跟安提斯山的山坡就不一樣 安提斯山的山坡 比較像沙茂山 等於是把沙茂山放大到 三千公尺、四千公尺、五千公尺 把它放大一萬倍、兩萬倍 可是很頻繁 安提斯山非常非常的頻繁 它沒有這種擠壓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走這個虎豹施巷的 可能各位都常常走啦 但是 可能各位都覺得說 這樣的景觀我每天都在看 一點都不稀罕 有時候我們走這個山坡 橫的走 然後你會發現凹進去、吐出來 一下子看到比桶樹 一下子看不到比桶樹 各位經常會走這個 那就是年輕土地的標準 那年輕的土地呢 它就有很多的山溝 就像我們的手 你把它擠壓 有凹進去的是山溝 還有突出來的是山溝 那台北的生態很好玩喔 這個山極線跟山溝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熱帶雅熱帶從山溝往上走 高海拔的暖溫帶的生態從山極往下走 所以台北的生態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大概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細膩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就是這種 又老又年輕的土地 全世界數一數二細膩的 而且呢 每一條西流都會看到石頭 因為今天時間很到了 我只是想跟各位強調一下 就是說 你要在城市的近郊看到 西流有石頭 那個是一個世界級的景觀 那 因為我不能再講的時間到了 但是我只是強調這一個 就是說 各位你只要想 台灣的很多條西流到的出海口 都會看到鵝卵石 可是呢 全世界的大鵝卵到的中下鵝卵 我可以跟各位打賭一塊錢 你是看不到鵝卵石的 看不到石頭的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土地的特色 所以 古胖是像今天永春彼的附近 很多其實是世界級的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我們每天都在看 好 所以 大家也不覺得說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的任務就是 提高一點來看這個事情 謝謝各位 謝謝